国高中生在外打工的比例逐年增加 很多同学常常因为劳动法令认知不够 以至于被老板剥削损害了劳动权益 因此桃源市劳动局连续六年前进校园 推出劳动权益校园讲座 希望借此建立学生正确的劳动仪式 为了推动劳动教育向下砸根 使学生在攻读或出入职场工作前 能够启发劳动概念跟了解一些劳动法令 然后进而来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 所以我们就透过入校办理 劳动权益宣导讲座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了解有关公读 求职方便 劳动条件 权利救济等内容 让老师跟学生都能够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校园讲座内容包含公读 求职诈骗 劳动条件 权利救济等相关知识 同时透过影片有讲真答与实际的案例分享 来提升讲座的活泼度 预教于乐将知识传递出去 主要是我们办理这次讲座的实施对象 主要是针对年龄介于15岁到18岁的未成年人 或是即将成年的新兴学子 每一场的讲座都会要求 至少有一位该校的老师能够一同参加 让这位老师听了之后 也有能力能教授学生正确的劳动法令的观念 连续举办六年的劳动权益校园讲座 今年已经举办了55个场次 今年讲座活动到10月30号 欢迎桃园市的学校踊跃提出申请 劳动局将会规划场次时间 让劳工教育向下扎根 也保障劳工的权益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